國威風雲 帶你掌握立法院的 第一手消息 那麼前一天是星期二的院會 也上演了表決大戰 只不過在表決大戰當中 卻爆發了激烈的肢體衝突 民進黨立委邱毅營 是對著國民黨的 南立委羅志強來打巴掌 那麼現在羅志強也說 他不忍了 要提告了 先來聽聽看羅志強 他是怎麼說的 所以只有單純他就突襲式的 打了我一個耳光 那這個我已經採取法律的 那個行動 我已經委請律師 要提取對他提告 提告不是for個人 提告是認為這樣的暴力的行為 是絕對不能夠姑息跟縱容 所以他必須為他暴力行為 來付出代價 所以因此這個部分的話 我覺得比較寒心的是 民進黨的一群立法委員 在那個地方 都在護航他 你就發現他打了我之後 民進黨也沒有任何歉意或回憶 然後繼續護航他在嗆我 一堆人衝上起來就是開始嗆我 開聽到羅志強強調他要來譴責暴力 也因此他已經委由律師準備要來 對邱憶營來提告了 只不過那麼動手的邱憶營 本人又是怎麼說呢 今天邱憶營在採訪的時候 也秀出他手上的聲 我們一起來聽聽看邱憶營怎麼說 對他說要被您提告 我也會去驗傷謝謝 他說要被提訴狀 然後他說他有點被威脅到這樣 謝謝 委員你怎麼看他 他這個提告 在這規矩過程中 是有被拉髒 因為徐小金委員 也有拉到衣服的部分 手腕這邊是不是 委員你自己也會去驗傷對不對 對 他有可能會對他提告嗎 我找律師在研究中 謝謝 羅志強的部分 有打算怎麼回應他嗎 他昨天當下是真的忍不住 覺得有騙他就是刺激到的感覺 被聽到呢 這邱憶營是秀出了手上的傷痕 那麼他強調自己現在也在找律師來演你 可是他會先去驗傷 也不排除提告這樣子的動作 那麼立法院的表決大件 也變成肢體衝突 現在恐怕也要變成了法律師 以上是現場的最新情形